这节继续说这个冤海十八格 冤海十八格里边有一个什么格呢 商官待杀 冤海十八格里有一个商官待杀格 这个商官待杀格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们看一下冤海原文是怎么讲的 他说原文讲比如 就比如是假以日主 假以日主 那么地支是阎武序地支权 当然阎武序是一个四五位也可以嘛 但是他这里既然说了是这个 阎武序是属于什么 属于和 既然他说的是和局 那么肯定和局比汇局要好 他并不是随便所说 反正是地支什么 甲乙木地支火局权 甘头有更心 就是甘头其实透出的更金或心金就是透官或透杀吗 那么怎么 则既更心为权 这个既是什么意思 借官杀为权 借官杀显权呀 火制之为福啊 罪要行妄运 济监财 得综合为贵呀 这个这种格局啊 是什么意思啊 朋友们 就是说他这个命局中 首先 商官气势是相当妄的 是吧 商官气势相当妄 有人说你说这个地质要成方成局 就是说成会成合吗 是不是一定要三个字都具备啊 这个都不一定 反正商官确实要非常旺 哎又要有一点官杀 为什么要有这一点官杀呢 有这一点官杀这个商官才有价值啊 否则这个商官就没价值了 你想一下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这个商官如果你不见官杀 你有什么价值啊 这么旺的商官不见官杀 你就没价值啊 没价值啊 就只能是什么非蠢即呆了 所以他什么 借官杀为权呀 反而成富贵之格呀 有人说这个格局怎么听起来和商官商尽呀 商官去官类似 他确实和商官去官其实就是一个格呀 你可以让商官去官 也没什么也没什么问题 当然有的朋友把商官去官啊 商官见过商官这个商见理解的非常的广泛 也可以嘛 这个地支呈三合或者三会商官局啊 这个有人说呃 比如说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庚金 比如说金吧 庚新金生在这个子月啊什么 哎 这种这种情况 这条侯不是为吉吗 对吧 因为东下条侯为吉吗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东下条侯为吉 岁运肯定喜行笔节路任 既财印香 行官杀运呀 喜原局透印 是吧 并且不能够再见到食伤财透干呀 见则有祸呀 为什么这么讲呢 想一下 呃 比如说行官杀运好不好啊 行官杀运呀 如果这个官杀不是太旺 一般是可以的 因为这时候可以显全嘛 是吧 但是如果太旺的话就有问题了 反而容易找麻烦 是不是啊 反而容易找麻烦 这个我们前面说真商官的时候讲过 真商官的商官 见官和商商官见官 我们说了什么 喜行商官 不喜行官 其实商官见官 行商官或者是行官 好像都不恰当 但是如果能把官星去尽也可以 商官商尽或者商官去官呢 其实这个行官运还是可以的 行官运还是可以的 行官杀喜原局透印寿 因为印寿这时候还是显官呀 这时候不可见食伤财啊 不可见食伤财啊 所以需要注意啊 呃 这个格局啊 我们举个例子吧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讲的 就是说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大师级人物 大家看一下这个庚金 生在 生在什么月呢 子月地支是什么 子尘全是吧 并且有害水 商官很旺 是不是商官很旺啊 商官做月令 年之又是害水 又是文昌吧 是不是文昌啊 文昌 害子会 生子尘半会 所以都是拥护商官的 说意向一致 水望金墙 有人说水望金墙肯定够寒吗 索性时尚冰火透天呀 这有调好因素 当然 更重要的是什么 冰火为七杀 七杀险全 是不是 七杀险全呀 所以这个就是明显的商官代杀了 有人说这个格局 是吧 有没有什么要求呢 这个八字 需不需要身旺呢 我觉得这个起码是这个例子 它不是太弱 因为天干类似于什么 庚金庚金新金嘛 它还是有秀气的 这个就是秀气啊 朋友们 这就是秀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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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